第18题,如附图所示,云霄飞车在A点的速率等于0,假设不考虑任何摩擦力,当云霄飞车运动至B点时的速率为每秒多少公尺,G等于9.8公尺秒平方,我们可以用两格的位能相差等于动能来做,也可以直接带机械能守恒,力旋能守恒,动能加位能等于动能加位能来做, 我在这里用后面这个做法,动能加位能等于动能加位能来做,我们一开始的动能加一开始的位能,会等于后来的动能加上后来的位能,一开始速度是0,所以动能是0,一开始的高度有15公尺,所以位能叫做MGHG,M乘以9.8乘以高度15公尺,等于后来有一个动能是1mv平方, 然后加上后来的高度,这边是15公尺,这里是10公尺,所以这里的高度呢是5公尺,所以MGH,M乘以9.8乘以高度是5公尺, 我们把M可以把它消掉,然后呢2乘过去就变成9.8乘以30,等于v平方加上9.8乘以10, 所以呢就是294,等于v平方加上98,v平方等于196,v就等于14,每秒14公尺,所以第18题问我们说,当云霄飞车运动至b点10的速率为每秒多少公尺, 我们答案选择是c14。